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正在用我们的长城炮皮卡 拖着雨通的T512头挂 在环游大西北的旅途中 现在我们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 昨天驻车在这里 然后今天早上一起来带大家看一下 窗外全是牦牛 旁边这多了一个小电驴 应该是当地这个牧民的 放牛的牧民的一个小电驴 骑过来的 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 整个车外面全都是牧牛 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 早上就被牛叫声叫醒 看这个小牛 拱着拱着往牧牛的肚子里下拱 看着外面的牧牛 我们简单的吃个饭 大花膜牛奶辣子酱 吃点我们就出发 那我们今天的计划是 离开这个金银滩草原 前往黄鱼回游的这个观赏地 这个季节刚好也是黄鱼回游的季节 也是青海湖非常值得一看的一大奇观 但是黄鱼回游其实有三条河 是主要的一个回游地 有的地方可能已经建成景区了 因为之前我们也没去过 今天带大家去探索一下 可能会经过一到两个黄鱼回游的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黄鱼回游是什么样的 然后今天就即将从金银滩草原 到达了这个青海湖畔了 车已经挂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要去的第一个看黄鱼回游的点 是在钢查县 是在钢查县内啊 应该是什么河 沙柳河应该是 我们去这看看好不好停车 好不好看这个黄鱼回游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钢查县 其实看黄鱼回游的话是有三个河口 钢查县这个关于点 它是沙柳河的河口 还有一个是全集河的河口 还有一个是布哈河的河口 那两个河口还在西边 但是我估计那两个河口 人可能会比这稍微少一点 我看网上好多人都是在这看的 那应该离这不远前面就有一个桥就能看到 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看得到啊 这里看黄鱼回游是需要买票的60一个人 我们就先不进去了 我们去找一个能不能找免费的黄鱼回游的地儿啊 60看一个黄鱼回游要说 说贵吧也不贵 说便宜也不便宜啊 我们去找一个能不能找免费的黄鱼回游的地儿 如果我们去找一个能不能沿费的地儿 然后我们去找一个能不能沿费的地儿 那么我们去找一个能不能沿费的地儿 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有没有沿费的地儿 刚才用无人机大概飞了一下 感觉这整个的沙柳河上面 没有密到这个黄鱼的踪迹 飞得很低 然后树直冲下 看这个河里面 没有看到 季节应该是对的 现在是7月的中夏旬 20号左右 所以这个60块钱 幸亏没掏了钱进去 什么都看不到 好像说有什么小黄鱼的 什么这个放生体验 什么的 但是如果看不到 真正的这个自然器官 黄鱼回游 感觉就不太划算 那行吧 我们一会先启程去下一个点 是在这个全吉乡那边 我们看一下那边 能不能看得到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全吉乡 全吉河口的这个关鱼台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关鱼台附近 我看那边有好多人 那边有好多人 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看到黄鱼回游啊 看来看黄鱼回游还是需要一点运气的啊 这儿依然是没有黄鱼的踪影啊 而且这个水感觉还有点浑浊 这个黄鱼回游的点都修的是这种一级一级的 用这个混凝土水泥修的啊 哇大家看这个这个里边有鱼啊 这里边有鱼黄鱼黄鱼好多好多 虽然没有那个电视上看的那么密密麻麻 但是水里有很多黄鱼啊 那看来这里边还是有不少的啊 刚刚我们在上游的地方没有看到 在这个一级台阶的地方好像有很多啊 看这个岸边有很多黄鱼 因为这个是阶梯性的啊 一阶一阶的 我感觉他们是游上一个阶梯以后 就要找一个比较水流不湍急的地方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往上游去游啊 黄鱼学名青海湖罗里 是青海湖特有的真心物种 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物种 由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过渡捕捞 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生存环境恶化等原因 黄鱼种群数量锐减 一度濒临灭绝 他们的由来和著名的黄河鲤鱼有关 大约距今20万到200万年前 青海湖在形成初期是外流淡水湖 与黄河水系相通 因此黄鱼和黄河鲤鱼有着相同的祖先 后来因为地质运动 青海湖与黄河水系阻断 并且逐渐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 湖中的鱼经过长期的演化 逐渐成为生活在青海湖中的 大型高原原始鱼类黄鱼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黄鱼逐渐适应了高寒 耐受了眼瞼 褪去了鳞片 罗里之名也因此而得 每年6到9月 黄鱼会回游到 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中产卵 这就是黄鱼回游现象 他们成群结队逆流而行 短则数十公里 长则上百公里 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 乃至上百米的河道 去完成生命延续的使命 在速河而上的过程中 在水流的刺激下 黄鱼的信线逐渐发育 并且寻找水浅 水流缓而平稳 透明度高 递制为细沙的产卵场所 黄鱼回游也被当地人认为 是一种不畏艰险 弃而不舍 勇于拼搏的精神 大家看每过一段啊 在水流比较缓的地方就会聚集一堆黄鱼 它们就会聚集在这儿养精蓄锐 然后再去冲向上一段的河流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段下来以后 这儿又有一群 哇 非常多密密麻麻的 然后有个别的鱼 就会一个一个的往上去游啊 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能看到 有的鱼游上去了 但是时不时的就会被湍急的河水 再冲下来啊 但是它们也是没有放弃一次一次的再往上冲 最后很多鱼可能就历劫了 它们就可能把命就丢在这儿了啊 但是这整个种群的繁衍 就是需要黄鱼回游这么一个过程 一个现象 能亲眼看到这个真的是太幸运了啊 真的是大自然生命创造的奇迹啊 我们现在已经从上面来到了这个最低一级的阶梯 大家看这个位置聚集了好多好多的黄鱼啊 它们都聚集在这儿 然后四季而动 往上游去啊 哇塞 这么多 哇 看一下 密密麻麻的 哇 这个太震撼了 在河中间那个区域也聚集了一些黄鱼啊 那个位置应该是比较深 所以说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湍急 所以黄鱼都聚集在这个位置 四季而动 本被一级一级的越过这些台阶 去到上游啊 关于这个密密麻麻的黄鱼啊 其实当地藏族同胞有一句谚语 叫骑马涉水踩死鱼啊 说的就是黄鱼回游的时候 在河口的地方非常的密集 你骑着马从水里面射过去以后 马蹄子都能踩死一片鱼啊 所以这就是很形象地表达了 黄鱼回游的一个密集的程度啊 大家看那儿有一只水鸟啊 这个黄鱼回游的季节 有很多水鸟会守在河口上 因为黄鱼非常非常的密集啊 看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黄鱼 都挤在那个河边啊 就是水流不太湍急的地方 看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有一条上去了 密流上去了 哇 一条一条 它们正在正在往上走啊 正在奋力的向河上游流去游 能在全机乡这儿看着这个黄鱼回游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啊 然后我推荐大家 如果要看黄鱼回游的话 就不要去钢查县城里面的那个了 那个反正我们今天去是第一没看见 第二的话要60块钱门票 这边是免费的 而且这边我们今天看见了好多的黄鱼啊 非常非常值得啊 那我们今天先出发去找我们今天晚上的露营地吧 全机乡这边的这个关鱼的停车场还是免费的啊 非常非常大 这边停满了 那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就是我们刚停的那个特别空旷的啊 所以这边看黄鱼回游必来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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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